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今天的座谈会 我们今天这个座谈会 是聚范昌前大师 在去年的一个展览会 第二次的一个活动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 由范昌前大师的女儿 和他的女婿 来为他煮饭 整理这么多的作品 那么这个作品在展览的过程中 我们美术总会跟新加坡艺术这本杂志 我们特地为这个机会 我们为范昌前大师来举办这样的一个艺术研讨会 那么我们现在要请了这么多的艺术评论家专家们 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研讨 那么首先欢迎大家 能够包容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 我是邓文章 是新加坡艺术的总编辑 新加坡艺术这本杂志 是由美术总会出版的 我们为了要传承新加坡艺术的发展 那么我们也希望把新加坡的艺术的价值 透过这本杂志来做一个有系统的介绍 所以我们这一期杂志 到现在已经出版了第三期了 我们也一直在寻找 这样的一个新加坡艺术发展的机会 我们希望把新加坡的这些艺术的价值 透过我们这本杂志 一样一样地把它介绍出来 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新加坡的艺术 发扬到国外去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把我们新加坡艺术大师 范昌前大师的作品 借这个机会 我们希望能够有系统的来做一个整理 然后也借这个机会 来办这样一个作品的研讨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范昌前大师 范昌前大师是来自中国 他是潮州籍的书画家 在1908年到1908年之间 在新加坡的活动 为我们新加坡教育 在艺术教育方面传承了很多的 很好的画家 范昌前自贺丹号园丁 叫做园翁 他的名字 那么毕业于上海一专 师从王毅庭 朱文韵 王各宜 潘内硕 这些名家 所以我们也知道 他是擅长于博画 尤其是蓝竹 花鸟蓝竹 那么范昌前一生 终前笔画 那么追求这个 艺术 李莫的艺术的境界 至高的境界 他生前生活 也多彩多彩 写诗作画 传科仰兰 开课 授图 我们都知道 新加坡有好多位名家 传承于他的门下 在1987年世事为主 他培养了一代的水墨画家 有六十年代的有 陈绍毅 林子盈 赖瑞隆 陈毅英 陈耀碧 林家雄 陈尤炳 陈克战等等 七十年代有 王国博 黄永春 李淑之 黄碧云 蔡易熙 庄耿文 等等 还有蔡爱华 跟苏百扬 苏百扬是我们以前的 广播曲的一个 支持人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知道 都成为当代的名家了 也就是我们 放餐前大师 所传承下来的 艺术大师 当然有好几位 都已经不在了 这位像林子盈 陈毅英 还有蔡易熙 苏百扬 他们都不在了 他们的艺术 也跟老师一样 都让我们满怀 放餐前的艺术创作 在我们一路来 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海派 就是过去在上海画派 他承受的这些名家 移民到了新加坡之后 然后把这个海派艺术 传承到我们新加坡来 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些 我们这些名家来谈一谈 这个所谓海派 传承到新加坡来 为新加坡所做出的贡献 然后我们对新加坡 这个文伦书画这方面的鉴赏 我们希望从这里面 从今天的这里面 可以了解到更多 也可以得到更多的 欣赏的素养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今天演讲的几位嘉宾 这个第一位嘉宾是 刘齐俊先生 他是新加坡艺术史学家 也是一个艺术评论家 在新加坡有很多的 这个艺术的这个创作 来和大家来共同提出这个欣赏 我们会请他来作为 我们第一个来演讲的一个嘉宾 那么第二位是梁正康 是新加坡美术总会的总会长 那他也会来谈谈 我们新加坡美术发展 以范昌秦大叔的艺术风格 那么第三位呢 我们支持的嘉宾是蔡隆恩 蔡隆恩他是以英文来演讲的 他蔡隆恩是新加坡画家 也是策展人 那他会来谈文文画家 在新加坡艺术教育的贡献 那么第四位呢 我们请张有兽先生 他是伊安文化中心 也是2015年在新加坡 有特选卓越的艺术家 他会来谈一些新加坡文文化 跟新加坡艺术传承的这些贡献 张有兽呢 也曾是范昌贤的学生 那么我们最后一位呢 还有一个赖瑞隆 对不起 我们还有一位 这个张夏伟先生 对不起 张夏伟先生呢 是独立策展人跟艺术评论家 在这方面他有很深奥的一些艺术的 这个建赏跟评论的价值 我们今天可以大饱耳福 那么我们最后呢 这个代表范昌贤学生的一位赖瑞隆 他会比较迟一点来 因为他今天有一个开幕 他自己只是开幕 他最后会来 那我们也请他来谈一谈 关于这些艺术方面跟老师的传承 最后我们再来听听看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 我们请刘齐俊先生 开心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刘齐俊 今天呢 大家叫我第一个来讲 其实我们这边很多都是 比我懂得更多的 但是呢 因为我的脸皮比较厚呢 脸级也比较老 所以呢 就让我先出来 这个压压惊先吧 那么 今天的展览呢 我感到非常惊讶的 就是在风雨之中 还是这么多人来看 也就是可以证明 我们的范老师的这种 对艺术界的影响力是有的 那么 有关于范老师的 其他的东西 我看 艺术上的成就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最主要呢 很多人都在强调 他是潮州人 没错 但是呢 他的学艺呢 是成了 继承了海派的 如果说 把这个吴昌硕 是第一个大师之外 那么 接下来呢 就是很多他的学生 包括这个 他的 范老师的 老师是 王各怡 他也曾经来过新加坡 跟大家见过面 那么你说这海派 到底他的 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曾经在 写过一个很简单的文章 就是说 什么叫做 就是说 他的 范呢 范分五色 就是说 范里面有五种颜色 那么听起来怪怪 范本来就是黑的嘛 怎么会有五种颜色呢 那么这个就是海派的常数 他把范呢 变成各种不同的颜色 从这个生蛋 出入跟水分呢 都有加在里面 所以变成一种很活跃的东西 譬如说 风以夜归人的竹 你看到我们这个展览 会满满是竹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刚刚出来的竹 他呢 就是有一点不同的那种感觉 他从风以之中的竹呢 是怎么样的颜色 是什么 那么绝对不是穿不是黑色的 你再注意看的话 他一定有深浅之分 所以 是完全是一种 另外一种 那么譬如这个兰花 这个兰花当然 镇板桥是化绝了 但是呢 镇板桥的竹呢 它并不是很杂乱的 反而你看到这上面呢 在杂乱之中呢 你可以慢慢欣赏到他的叶子跟这个兰花呢 怎么分开又怎么结合的跟这个竹在一起 那种美妙的知识是很多 那么 我始终认为就是说在范先生已经把这个 所谓海派 胡昌硕这一派呢发展得非常高 已经是很高 但是他题材方面呢 当然受了这个所谓梅兰足距的这个影响 所以有一次呢 我有一次跟这个我们的张夏伟大师啊 在一起参加一个团会去年的时候 我就跟我就很大胆的假设 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些放大师的学生 不化新加坡的景色呢 譬如说我们再看看这边有一张山水画 这张山水画呢 你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他绝对不是这个靠近上海的长熟 长熟的地方的 海这个四王 四王派的山水 绝对不是 因为这个长熟的这个驴山 叫驴山派 其实就是这个清初的四个大师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够画出 为什么我们一世界的这个 他们这么保守 山水这么保守 因为你假如去过那个地方 看它的驴山的话 它上面呢 就是有中国的山水画的所谓村 限制了他们的发挥 但是假如你在新加坡 你去看山或者马来西亚的山 它根本不是中国的山 所以这个呢 就能够创造一种新的方法 所以你是无形中的 你看看这个 它并不是完全披麻村啦 什么什么讲的一大堆 而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 这个就是需要靠我们这种当面的环境 在这个改变 改变你的画法 所以我就是最大的希望是 希望方先生的传人 能够不是梅兰竹菊了 而是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兰花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树 那么新加坡有九重格 也是很漂亮的 这些东西呢 我希望以后能够看到 假如说方先生是一派的话 那么希望他的传承能够画出这么的东西 那我会更加感到骄傲 谢谢 谢谢刘先生 我希望我们谈到这个 传承 我们新加坡的画家呢 新加坡的风格的一种创意 我们谈到这个 跟着他谈到这个文化 我们可以看见 中国的兰花跟我们新加坡兰花 其实是不一样 新加坡兰花也好一点 是吧 中国兰花是美丽养的 所以政府以来 中国的兰花呢 就是尽了单线之类 那么 中国我们在新加坡 画的花呢 就会比较多有在采用 那么 刚才张先生也鼓励 我们新加坡的画家呢 也能够在这个 新加坡的风格方面 然后多与琢磨 然后创造一些更好的 对新加坡兰花派的一些风格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呢 请新加坡续书总会 总会长 让郑胖先生 来继续来参数 谢谢 各位朋友 各位嘉宾 续书总会的顾问 还有一些 艺术的爱好者 今天很荣幸的 得到邀请 那么过来谈一谈 这个范老师 到底 他这一生里面 他的书画残河 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他的画 也确证了 诗书画印的南洋风格 范老一生不求名利 也不管闲事 他与同行交流也不讲多话 但如果有求意他的 他必有求印的 也可以从他的 潮州发音 漫调细语的中 回回到来 画品 具有如人品一样 道德人品 确立之后 才能抒发出 书画中的 精神的面貌 字如其人 画如其貌 一个人从心中里面画出来的 或者 从他的思想辩解出来的东西呢 总是与众不同的 更何况 画品的最高点 在于人性的幻化 什么是人性的幻化 艺术家总是 有其真事 跟真知作见的一面 也有其同真自趣的想法 面对自然万物的挑战 也必须对某种生活情趣 或自然形态 有所钟爱 才能够做得出来 才能将绘画 或者书写 法则呢 创造出来 所谓 信守战来 都成天来 但 官其貌 而心中情感没有寄托 这不属于画了 不属于内心发出的画 或者是画 人性表达 往往就是那一刹那间的 之间的完成 而 会写出画的协议 也在其一刹那之间呢 冲凑感情而发泄的眼明手快 范老师就是一个眼明手快的画家 出师准确是范老的一个特长 心中有我 而以自我的观点做出发点 就迎应而生 就如千金万马奔腾为止 他承认 艺术乃发自于内心的灵性 跟悟性 他所云者 有的人画了一辈子的画 他并非不是用功 不是不用功 云应的时候呢 似乎在一个灵性 所谓灵性 就是你对艺术的反应的程度 反应的快 而对事物见纳的那一刹那间 就触手成章 也对于慢功触细祸 之所以然 是所以能比喻 范老的 注确图 跟这个扭书 迎风 上的营映自然 观察入味 他与我的恩师陈锦超先生认识 两位大师相见 总是在书画评评上 谈个没完 陈老师认为他画山水画得很好 自如其人 简念 洒脱而丰富 却又可以见到其运笔的大气 寥寥数笔 清藤霸大的志气 画者在其神运 输出者在其气势 若行云流水 一气而成 另外 论捂性 就像佛家所言的 也必须在修行上 悟出一个道理来 道理者无非就是方针 一个方向 一个方法 前人用过可以依法 古人灵知可以在目 定有其内在的因素 而今天的人也必须靠聪慰去明骗是非 靠自私去领悟其中的这个长处 而自己才能吸收他的长处 所谓长处也必须既百家之长 单单表达同样的笔法 同样的弱笔启发 具有几十种方法 方法用对了 也必须符合了他的生机 跟他的机理条件 他的委婉去着客观形态 才能选择其用臂的气势 选择好用臂的凭着知识 才能应酬回祸 人的感情抒发 还是保留在第一位的 当你误触线条 误触了处处 最后也误触了构图 构图中的一草一木一花 也要靠了解去唱作的 不然你就不了解数的高度 机理明暗 推敲是很难在构图上有所发挥的 我们看方先生的话 他总是以促其不意的手法去整理 通过留白 在树密的关系中去表达 他的内心对食物的感觉 而跟着感情概念也就隐隐而生 他常说 这幅画是活而非死气沉沉的 就如刘安逸的肉世民中 山不再高 有鲜这铃 水不再深 有龙这铃 就如一池春水 兴起涟漪 顿时 变得那么的美妙 自在 所以 范老所会的 这个 柳枢 柳枝 柱干 柱叶和花 总是那么二人而多枝 完完有行 这便是观察入围的功力 画中万象不一定具有一致的远近比例 而三式树木 依旧是框架方式列于斜面 就以大画家的王伟 及董奇昌的理论中 说空间结构及笔法来剖析 符合了他们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层次范围 保留了 唐画送风的风格 诗画的结合以及印章应用得当 是自古以来文人默克 细以为常的一般文人动力 诗书离不了文章跟诗词 先生会作的三水 也引用了元代无证 善于代式典胎法 也善用吐饼作画 别具餐尽苦作的气韵 又具女战三水作品中 多半将用一和两岸的共同形式 按照苏林 四立孤庭 气韵 幽淡 笑意 其画中有多不作人物 若烦恼显示出画家 不留意这个俗的心态 西关态和画柱的姿态 常常以四尺中堂 横幅或直幅作图 就能度如正如的墨柱屏风 我在日本东京国内博物馆 建之所谓风柱中之大器 先生提起自己画柱 无所谓诗成 多得意纸上粉地 热光月影中耳 强调了北京 苏世以来文人化 以笔墨风轻为目的的唱作概念 重视写声风格 做法相逸 此外 他又唱 胸无沉住 讲求 夏笔如 蕊亭霹雳 草木怒声 莫自其然然 完全是自由 记性的态度 喜唱 照笔墨本身的字画的变化可能 有一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讲太多了 不过从这里面呢 我已经把范老这一生 他所绘画的这个过程 跟他的这个走向 做了直接的分析 不知道大家对我的看法怎么样 谢谢 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请 这个 赛龙铭 我不知道他太严重了 我认为 很多的讨论 我认为 很棒 我第一个想法 我认为 今天是烟得很厉害 我没有想到很多人 但它是很荣的 所以 恭喜你 给大家的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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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我认为 先生 明年 您可以说 没什么 最后 他有没有想到 但我认为 这个 可以 给你 不同的论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观点 看一看 范 Changchen的 我们认为 每次我们说 范 Changchen 我们认为 一个学生 the disciples that has been mentioned by the chairman he has produced so many good artists I was in art education and I want to add that he did not just produce many competent good artists he produced some extraordinary artists actually all these artists he mentioned I still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y are so good whether it is the Tan Noi Pang, Chua Yike, Henry Chen one of the thing about them is they would have been forgiven if they all painted a bit like Fang Chan Chen the same teacher isn't it but they did learn something from him of course but what is remarkable about them is that they are all very outstanding talent and the credit goes to Fang Chan Chen who could see that at the beginning he was spotting people who have the potential then he accepted them because you have the potential the raw material I'm going to change them into an outstanding artist which he did you know artist after artist he is really a great teacher that's why I mentioned I was in art education as a teacher I really see that Mr.Fung is an exceptionally great teacher who can produce artists that are all so remarkable everyone has their own style but today is not the time to talk about that but having mentioned that it has always bothered me that we have not said enough we have not given enough recognition to Fang Chan Chenartist himself now let me put it my way I mean I got so worried when I saw that he got about 10type written pages to prepare for this talk but my style is impromptu I think about this thing all the time and I just try to look my best where were I okay I started now China is not Singapore he got a long history he got billions of people the result they hav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artists can you imagine that ink painting have been exis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now I realized as an artist like everywhere actually during the hundreds of years of so many practitioners they are in fact a handful just a handful who are really dead outstanding that they can change the course of art history I mean they came along and instead of painting like everybody else they say no we have enough of this I'm going to find a new way and when he succeed he change the course of art history you know now if you don't have people like that then art history will be very dull you know then I may ask someone 300 years ago supposingly in my dream what do you paint oh i paint I play so do I I say that would be very boring isn't it so when someone change the art history it enrich the art isn't it just like we change our life how of a while we change your he enrich our life now who are these people now I try to read up a bit my god my chinese aren't good enough and I don't want to be too long with it but they are one of two my favourite the one that nobody can argue is of course bata sanren bata sanren actually painted around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ching dynasty and the story was i've got to check this that he was like related to the empero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his historian is here but the story told by the art teachers is that he disagree with the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all that then it became very unpopular then he had to run awa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and he went and join the temple but that's not the part the part that he's painting is so powerful at first I couldn't understand it you know slowly I realised i saw one painting of it just three fissures you know but he didn't paint all the detail as though suddenly he wake up and paint three strokes but those are three fissures and in the form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the whole painting come alive what more do you want what theory do you want the painting come alive you know that means so much feeling so much perception so much vision and all in it you know when they are that great and then if you find an artist who talk carefully and add the detail well they are good craftsmen they are not great artists you know okay another artist that well Pata Salman changed history because of him Chinese painting became to be more and more modern you know th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I think and Wu Chuang Shi came along Wu Chuang Shi also painted different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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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changed everything and well their will correct me apparently he invented this idea or more than anybody representing this idea of the literary artist is correct did he invent it but whatever he i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the literary artist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 that he is not good enough for an artist to be just a good painter uh like the Chongyan you know those days the highest he must be excellent in many things so if you are an artist you must also be a good an excellent poet an excellent an excellent calligrapher an excellent seal carver an excellent person as an example a model for the Chinese ordinary people and so on and that's the literality artist and don't forget your art must also be very good and that's Wu Chuang Shi and he is another person that changed the history of art and one of the things apparently from what I could make out is Wu Chuang Shi perhaps more than anybody else is very conscious that i have this talent i have produced this kind of art it mustn't disappear i must produce i must raise a group of disciples who could carry on with the art i have invented it's a great idea you know great idea and so to be one of the disciple of Wu Chuang Shi if you are in China you know and be told be introduced that he is a disciple of Wu Chuang Shi a fellow artist or anybody who like art who say wow who sit up you know but not in Singapore and this is actually my point Singapore must change must change you know we don't give enough credit to our great artists but anyway back to back to all this now what has this got to do with Fang Sanjian it has a lot to do he is a disciple of the Wu Chuang Shi legacy that's why I like to use the word legacy Singapore is so happy I mean so lucky to have a disciple of Wu Chuang Shi among us if you have a disciple of Picasso among us we are also very fortunate but we all take that for granted you know every time when I hear about them mentioning Wu Chuang Shi Fang Chan Chiang oh he's a good painter but that's not enough and with the with the launching of the National Art Gare Magnificent National Art Gallery this perhaps and our second 50th year this perhaps is a good time for the whole Singapore to raise our standard of recognizing our art and our artists and this is a good example i know and as an artist i thought i thought i thought 不肯定,但为什么他非常高度认识? 我不能理解。 可能我不能理解。 然后,有几个月,我去台湾 去讨论人员。 我太早了,所以我逛逛。 我突然很幸运。 我看到一个名字, 《Wu Changshu Exhibition》 属于Cathé的组织。 很大的组织。 所以我逛逛。 我看不见我的眼睛。 这些石码的组织。 我的天! 《Picasso》会尊敬他。 任何人。 我说这些东西。 很难解释。 我并不具体的东西。 这是一样的。 我会画出来的地方。 我会感到 impacts。 每次一样, 你会误于Cathé的鲜花一样。 一样後便到錯了。 你知不知道怎么计算他画一样? 他画出来的 everywhere。 你知识。 他画出的力量。 因为他画出的。 很明确。 因此。 你画出并不摸心。 you know if you take the best shark screen it's all there you don't say hey why oh so little you know it's all there then i realized he's really a great painter meaning even a great painter you must see the best work you know now i think i mean i mean it's a very long reason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i think we must we don't we must now give more recognition to the place and have a higher place for one chan one chan ten and i hope the national gallery sooner or later will have some of his best so that all the singaporean at any one time can go in i mean that's the greatness of national gallery like the london national gallery i was student there anytime i want to look at a rembrandt portrait i just quickly take a sandwich take a bus and i could see it you know singapore we we're beginning okay so the director is here so i wouldn't see you so i wouldn't see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start and so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now i was told by uh to say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ainting but much has been said so i just say one or two things that impressed me as an artist about his painting i found it so beautiful now his painting all around are beautiful but my favorite are his bamboo painting bamboo painting just few lines you can have picasso you can have matisse you can have whatever and do a few line they can't match him you know just a few line it's so beautiful now why one one of the artist friend he's not trained as an artist but he likes to argue he said i think his work is too simple and that gave me my chance to explain he is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there's a saying by a great architect uh who believe in simplicity and he came up with the term less is more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to do a lot to get a lot you get the right thing less can say a lot you know and that's the beauty of mr fang chan jen painting again and again it's so simple but everything right is there and when you look harder every stroke every stroke every dot is given very careful thought i mean so it's really not that simple and then you say you're leaving a lot of beautiful white space but the one thing that really enjoy i enjoy so much is the proportion it's what you call the kind of proportion in painting that no other country has except the chinese the longest proportion i put a i exquisite proportion it's very long but very beautiful now if you are a furniture collector of chinese furniture the main furniture is the same the most beautiful very long and very slender the westerners will measure you know one square two square three square four square very better but the chinese know you use the mind you use the feeling very long so beautiful thank you very much 好 谢谢蔡隆先生为我们讲的词说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请张永述来为我们来一把文人化的海派风格 请参加张小姐 我想在这边简要了跟大家谈两个点 一个就是文人化跟海派绘画 OK 文人化就是指文人的画 那么近代 陈恒格在文人的价值一文中有谈到文人化是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 含有文人之趣味 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 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他提出了文人化的四大要素 第一是人品 第二学问 第三才情 第四思想 我在这里 简单的解释 文人化的文 指的是文学修养 以诗情入画 做到画中有诗 那么人 这是指人品修养 画有画品 人有人品 文人化的表现 在以书写性灵 是写胸中之欲弃 并通过笔墨表现之 是写作家的个性与感想的 那么范先生的话 不论用笔 幽默 用色 都内涵深 厚 形象 简朴 比例奔放 富有个性 范先生有深厚的诗学修养 不实在画中 提诗以抒发他的 感受以思想 他 为人有千和 敦目 不顾名 钓鱼 是典型的 接触的文人画家 第2点 海派绘画 如果要论中派的话 范先生的画是海派画风 所谓海派 就是指 上海花派 晚清时候 有一批金石书画家 如 普卓英 虚古 任国年 吴昌硕 等 寄居于上海 相互晚 画风 富有所取 互相影响 由于抱着同样的艺术主张 画风也相近 所以后人把他们 称为海派 范先生早年 诗成王格仪 而王格仪是吴昌硕的弟子 一脉乡乘 定居新加坡以后 又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画家 这些画家当中 游者 将海派画风加以发扬光大 游者 这继承了优良的 笔墨功夫 后令地 西境 形成了一股 胜利军 所以范先生的贡献是非常卓严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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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文说为我们参述的文化 那么我们接下来请张夏吼先生 来为我们来 谈一谈 看看什么大学的众品 诶 诸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刚才姚轩有个要求 我想 可能 我发言的时候 有一部分用 华语 有一部分用英语吧 需要的地方我用英语 需要的地方 别的地方我用华语 这个画展开幕那一天 有一个 大概讲英语的朋友 上前来问我 说要 怎么样欣赏 范昌浅的画 那么 他指 比如说 他的族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族 成为 文人画 或者是 中国画 画家 爱画的题材 还有 要怎么样 去欣赏 我想 这个问题 可以引起 一些讨论的 然后我就 找到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 早期华校 都 中学必读的一篇文章 叫做 上劫停 上劫停 姚先生你记得吧 就是 元代 元代末年诞生 明朝的一个 文学家 叫做刘姬 刘伯温 这篇文章是他写的 他大意是这样 古时候 就是他那个时候说 古人 种花 种草 树木 是有他的 取他的意义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引申 古人 画 花草 树木 也有他的用意的 并非只是为了好玩 或者是拿来 好看 所以在兰花 是取他的芬芳 在这个 宣草 是忘忧 宣草就是 那个 叫什么 这个 好像那个 金针菜那种东西 那种 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 宣草 金针发菜 蓮花 我们大家都知道 出乎你也不然 不然 那么 竹 大概是在这些 树木当中 成为 文人画家 读书人 最喜爱的 一个 题材 那么 我就跟 这位朋友 在讲 比如说 为什么 我们 要怎么样欣赏 画竹的这些画 不只是看他画得很 哎呀这个笔墨 等等 这构图等等 还有 更重要的是 了解 那个 画家 那个 他对 这个 树木的 一种期许 他对那个 竹所代表的 价值观念的一种 认同 来 抒发他自己的 胸怀 这篇 文章就 提到 这个作者 他有一个朋友 很喜欢竹 就在竹林里 建了 一座亭子 叫做 上劫亭 那么 他就 趁这个机会 写了一篇文章 叫《上帖记》 来记录这个事情 那么 也从 从 也通过这个 文章里面 对 这个 表达了他对这个 竹的这个理解 他说 竹这个植物呢 最重要是 它是空的 它心是空的 可是它有结 它的 心是空的 可是它的那个 树干 很坚实 可是它 如果破的话 很容易破 可是到了结的时候 就 不那么容易过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 跟这个 它的品质 可以拿来比喻为 君子的一个 一种 一种 说法 一种寓意 还有 竹 除了 他 这种的品质以外 他 不 他不开花 怎么说呢 不太表达他那种 用颜色来表达他的美 美貌啦 他的美姿啦 所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怎样欣赏 所以我在想 范老轩 画了很多竹 那么范老轩生前 他也 他的那个 为人 在很大的程度上 也跟这个 竹的品质 有一定的认同 所以 要怎样欣赏 范 范昌贤老轩的 这个 这个作品呢 这个 这里头好像 古时候 人所对这个竹的一种 理解啦 对这种竹的期许啦 提供了 很好的参照 我用英文再讲一讲 at the opening of this exhibition a friend English speaking friend approached me and asked me how do we appreciate how do we appreciate and understand Mr.Fan's paintings and she showed me a painting Wan Changchian for example since we were looking at the bamboo painting and as you probably noticed that we are surrounded by so many paintings of bamboo why why what do litterati painters love so much to paint the bamboo well i thought about this and I remember for a lot of Chinese educators, during the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there was a classical Chinese text about bamboo by a Ming dynasty writer who wrote an essay in praise of a friend's construction of a bamboo pavilion in a bamboo roof. This essay was a standard text for a lot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I'm sure people like Mr. Fan and others would have known this, would have kind of inherited all these values and aesthetics from this kind of tradition. Okay, I will give you roughly the gist of this essay. This essay was by Liu Ji, Liu Bowen. And the ancient, meaning those people before him, when they planted flowers, trees and so on, it was not merely for fun,not merely for pleasure. They were planted with some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what they stand for. Like the orchids for the fragrance. I mean fragrance can be taken figuratively, meaning a gentleman's virtues being fragrant. and then a lotus,and we all are familiar with what a lotus symbolizes, growing out of mud,yet remaining pure and chased. And as for bamboo, bamboo is a plant that's a,or rather he wrote this essay in praise of a friend's construction of this pavilion. And then in the essay he goes on to describe the virtues, the qualities of bamboo. The bamboo grows very tall,the trunk is very hard,it's hollow. Hollow in the Chinese,you know,way of understanding is being modest and humble. You know,you are 虚心,中国话说,虚心是足。 So it's a,it's a symbol for,for,for an aspiration,for aspiration to be humble. Right? And,but,also when you try to open up,or cut open,or split the bamboo,it can,your life can go very easy,very quickly. Yet,when it comes to the note,jiet,it won't go through. That is a symbol of the gentleman's integrity. When it comes to the crunch,you know,it won't give way. So,there's a lot of symbolism in this. So,I think,you know,in trying to appreciate and understand paintings,especi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like this. There's this very important aspect,the literary tradition,the symbolism. Of course,there's also a folk aspect of it. You know,it's like,greetings,wishes,and so on. So,that's what is important about appreciating and understanding flower and birds pain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Just now,some speakers actually mentioned aboutTuan Changqian beingDieu Jiu. I'd lik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at.Tuan Changqian is part of aDieu Jiu phenomenon of Singapore's visual art scene. Yeah,I'd like to,it struck me again and again,during the course of,you know,over a period of time. Because,some years ago,I wrote an essay called, 新加坡美術界的潮人现象。 Dieu Jiu are especially over-represented in the Singapore visual art scene. And if you look atMr.Fan,almost all his students are Dieu Jiu. Dieu Jiu,Henry Chen,and so on and so forth. Well,some people may say,it may be coincidental. Yet,is it coincidental? And,Fan Changthian,and among our pioneers,Chu Wenxi,Chu Zhongray,and it goes on. I won't take too much of your time,but I'd like to end by saying that it is an interesting sociological subject to study. Recently,a young researcher met me,not having known me before. And she said,oh yeah,you are the one who wrote, 新加坡美術界的潮人现象,inspired me. Inspired me,and I spoke to my father,this girl was saying. I spoke to my father. And he said,yes,you know. And then she recalled that,during her childhood,most of her father's friends coming to the house were all Dieu Jiu. So,she decided to do a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arts among the Teochews in Singapore. She had written a very long essay or treatise on this subject. I think,you know,Mr Lau was saying,yeah,he was a Teochew,so what,you know. But,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him being Teochew,and there is also something about the Teochew being overrepresented, being in the majority in the Singapore Arts scene. That's all I like to say.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So, I will fiquei 赖瑞伟先生刚刚赶到 因为他今天中文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赖瑞伟先生是范老师的得意人生 我们也请赖瑞伟来为我们谈谈 他跟范老师说话的这些过程 谢谢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很荣幸 我们的范老师的女儿 女婿 她要我代表所有的同学 来讲讲老师的为人 在之前几位演讲者 他们都已经把老师的作画跟 画品画风都详细的 详细的描绘跟解析了 那我 我的工作是 谈谈我们 这些师兄弟在老师那边学画的一个过程 会比较有趣味 在 讲我本身在很久以前我就 就还没有碰过碰到范老师的时候 我就喜欢画画了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跟着 父亲到会馆啊 参加一些活动啊 看到墙壁上一些画 我问我的父亲说 这是什么画 我我很喜欢 我父亲说 这个就是中国画 所以在第一次 第一次我接触到中国画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看到一些谁的画 总是就开始对这个水墨画产生的兴趣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很鼓励 就拿了钱给我到书店 我买了宣纸就自己图起 从那些杂志上 模仿一些画图起画来 就是那个时候是在初衷的时候 那么有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美术老师 就是放昌前老师啊 他看他在那边 把排了一些金物给我们画之后 他就在那边做他自己的东西 他做什么呢 他在那边做丝 在画园圈 这个对凭着画园圈做丝 还有呢 他一边在画园圈 一边在磨做 磨做一些租色的东西 我有一个预感 我说难道这些东西 是跟中国画有关系的吗 我就问范老师 我说 老师 你这些是不是中国画用的 他吓了一跳 我当时大概十多岁 十二三岁 他怎么会 你怎么会懂得中国画 我说 我说我也会画 我竟然很大胆地说我也会画 他是笑的 他笑到弯腰的时候 你也会画中国画 他说你怎么画 我说我爸爸买毛笔给我 买薰纸给我 那我对着那些杂志来临摹来画 他就听得很感动 他说你画什么画你拿来给我看 隔天我就把我画的画拿去给他看 他一看 哎 你是林赵少昂的 你是赵少昂是岭南派 跟我的派不同 我说 哎 这个画有岭南派 也有什么海派 什么 他说你有兴趣 你来我家里看看 我第一次去到范老师的家里 所以从今以后我就开始了跟范老师一辈子 这就是跟随他一辈子 到他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 再往后啊 这个范老师的做人啊 他的为人啊各方面啊 就影响了我 影响了好多的同学 那去到家里 哇 满间都是画 我太感动了 我 我说 老师 你可以给我一张画吗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啊 他们他们的人多么洒脱一个人 他说你选吧 你要你就选 我一个小小伙子十多岁 竟然 你老师的画的价值也不懂 竟然就跟他讨画 他就 然后我就选了一张亚 亚子 非常美的一张亚子 那张亚子呢 我就唯一的收藏到现在 哈哈 那么 往后啊 他就诸多鼓励 我就开始他就教我画著啊 谈谈一些画著的典故啊 他的老师啊 是朱文印啊 当时怎么样的情况跟他学啊 这朱文印就是朱乐山的哥哥 后来是因为在很年轻 四十多岁就肺牢死掉了 那么他在当时 其实朱文印呢 是吴昌氏 也很器重的一个学生 这很可惜的 那朱文印就把他的真传 传给了范老师 那么在这一段的时间啊 我离开学校之后 我又 我离开学校之后 我又到南洋美专去学西洋画 那么学西洋画 在我上国画课的时候 思香陀老师 我把我的作品拿给他改 他就看 你这个画法是谁的画法 我说这个 我的中学老师是 方畅权啊 他说 怎么这个人在新加坡 竟然没人知道 你可见的他老人家 多么的低调的一个人啊 他 当时是来新加坡 开了一个展览之后呢 那么就留在新加坡了 留在新加坡 他在学校制教 教美术啊 他就多么不求文大的一个人 多么清高的一个人 多么平平平平当的一个人 他就 在新加坡生活了 在埋脱画画 他竟然艺术界里面的人呢 因为诗老师是南洋美专的老师 他艺术界的活动都跟他有关系 他竟然不知道这么一个 他说这个方畅权是 以前在潮州是美术学院的院长 我说我的老师这么厉害 还竟然是 还竟然是一个美术学校的院长 他说你有机会替我引荐一下吧 所以在当时我们就一个情况一个环境 还有黄再琳老师啊 都非常的钦佩范老师 他说你老师啊 在山头啊 是No.1 第一啊 他说 他是 他是这个艺术学院的院长 而且 他 他的画是多方面的 他已经 他虽然学的是无派的作风 但是他已经跳出来了 他画 飞行走兽 人路 山水都行 是一个全面的 全面的画家 而且他 尤其是我看 很多人 在讲论他的作品的时候 副列了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刻印也很 很厉害 他这个刻印 他一 一陶醉起来 他 几个月里面就一直埋头刻印 所以 我在跟他学画的这个过程中 我看他刻印 刻出来的印也很了不起的 所以 如果懂得刻印的同学 你们应该注意一下 他在印章方面的成就啊 非常非常的高 在我感觉上 好像在上海一个莱楚生 也是刻印好厉害的 他也 他跟莱楚生 我觉得他的印不相上下 他都是一刻出来都是有自己的面貌 而且他在用朱砂用印尼方面 他都是自己做的 他的朱砂都是自己做的 在新加坡我想没有第二个 第二个人有自己 第二个艺术家有自己在制造朱砂 印尼他自己做的 当时我还以为是这个很平常的事 后来我觉得 没有一个画家自己制造这个印尼朱砂 所以这一点也是应该记录在他的历史里面 所以他不但诗、书、画、印 都是很全面的一个画家 那么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学生啊 说你们画画要认真啊 这个画没有千锤白练 你不可能达到笔墨的高峰 所以千锤怎么样千锤白练啊 就好像你炖那个炖那个猪脚啊 炖那个什么那个东西啊 你要炖到入火啊 炖到这个这个这个上味啊 那个味道才出来 所以画水墨画 这个笔墨也是一样 你没有千锤白练 你没有从错误中去发觉 你绝对不会把你的笔墨提升 所以笔墨讲起来容易 谈起来太复杂了 千锤百连 所以这个这个当时 刚才我在在另外一个场合讲到 那我们讲到吴关忠 吴关忠他是 他是很风云的一个人物 他的笔墨等于零 给人家讲到一文不字 但是他有些人又讲说 没有笔墨等于零 其实笔墨是传统的需要 是吧 但是你好的好心的笔墨 可能你可以收进传统里面 收进传统里面啊 就变成一个传统 你创意一定要有创意 是他讲笔墨当作于时代 所以时代 时代制造出来的好的笔墨 就收在传统里面 就是传统的笔墨了 所以范老师他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这么耐看 那一看他不是以以巧取胜 不是以漂亮取胜 不是以这个田取胜 他是以厚重古铺 跟耐人寻味 所以他的笔墨 希望以后这个 这个 这个 接受下来的 的那个爱 美术爱好者 可以从这方面去领会 这个 这方面的那个深度 跟这个 一个做一个好的记录 跟记录在这个画史里面 所以今天我就胡扯的到这几句 讲一下范老师的为人 谢谢各位 好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有这么多的出席者 那么我们也要请这么好的嘉宾 来为我们讲的这么精彩的 这些题目 那我们在这里 就要感谢大家 也感谢我们女士总会 跟我们这个艺术杂志 共同来主办这样子一个活动 我们也要谢谢 这个范女士 还有这个 这个范女士的先生 我们来一次范女士 对 我们这么多的嘉宾 我刚才有注意到 这个范女士的介绍 是是是 总裁 我们现在范美术馆的总裁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 利益我们这个座谈会 给我们增添不少的光彩 那么还有很多嘉宾 给我们增添不少的光彩 我想还会有更多的话题 可能想要更多了解 我们这个座谎艺术这些方面的 或者是范山寺艺术创造的这些方面的 这个 这个 一些 一些 更想了解的 我们想 有的话呢 请大家不妨 勇烈提出来 抒发自己的意见 谈谈 让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 我先请蔡爱华小姐 蔡爱华老师 因为她也是范山寺的老师的学生 我也请她出来谈一谈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蔡爱华 我是范老师 范山寺的学生 其实早期我在她那边也算是入门地址 在她家里学了一些话 现在刚才想起 我是不是潮州人 我是附建人 但是 但是老师是很疼我的 老师讲 我在她那边学过画的时候 是 为我带两幅画来 可以证明我在那边学过画 那么 刚好 这个是很宝贵的画 刚好是老师 刚刚是 那一 那一 那一类 应该是 应该是我的 学长 应该是 师兄来的 因为我跟她差不多同样 老师同样一个时期 那么她刚才讲的那个老师的话的那个 儿啊 还是什么 我刚刚有她这张的话 她刚刚写送给我的 然后又写了 我是她的学生 这张画是很名贵的 76年画的 可以大家欣赏一下 是老师 潘老师的 画 刚好有带了 我带了来 76年的 OK 她有学她的名字 还有她的印啊 这个是我跟老师学画是 开始是76年 她们要拍照是吗 拍照是吗 哦 这张是我 林老师的话 林的 那个竹啊 76年的时候 我 这个是我的 老师的话 等一下 你还讲吗 哦 讲 哦 现在我是想 我怎么认识这个 范老师 我跟她的绝缘是在 应该是算是在 一个学姐啊 她叫陈毅英啊 这个陈毅英女士 她跟范昌泉学画比我早 而且她也是画得很好 那么我跟蓝兄啊 她 刚好相反 她是从 先跟范老师学画 才去南洋美专 我是从南洋美专 再跟那个 我们的老师 是 思乡头老师 学中国画 那么学了 又去她的家里学书法 书法和 书法 以后还要学一些画 林画 因为师老师的话 他们都是用林模 后来我就认识这位陈毅英女士 她说 你去跟范老师学吧 她老师的话 你学的会有进步 她说她从那个 梅兰筑籍开始 梅兰筑籍就是基本的中国画法 这样我就去录 这样我就去录 其实在 经过这个陈 陈毅英女士 就是我的学姐 她的介绍之下 我去跟她学 开始的时候就是学那个梅兰筑籍 就是梅兰筑籍 这个老师她的梅兰筑籍是出色的 那就我就是在一边 一边学一边自己也画 那么 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一样 学到那个 会到学到那个兰筑 兰花的时候 我说兰花 新加坡没有兰花 她说有啊 她家里种了很多兰花 她的兰花 她带到我的院子里面去看她的兰花 真的是很美 我就是 我那个 那个叫做中国兰 那什么 那些花都很漂亮啊 还有她有她的组啊 什么画组法 这 这些都是基本的水墨画法 好 控制一下 好 这些我们就是说 我们现在我不用讲太多了 因为老师的大家都已经谈过了 只是说 老师的人真的是很好很温和 那么她也 对我很 很 怎么讲啊 很有 怎么很 希望 对我抱着很多希望 她曾经在我那边写过 我要陪你成功 我说不好意思老师 我真的是 这个笨手笨脚了 学不了什么东西啊 那么我 真的辜负老师的 那个 希望啊 因为可能是 自己多 多样化 多兴趣啊 所以没有 顺着老师的意志 去 刻苦 去学她的 那些 传承下来 所以我 比较 都 多方面的兴趣 多方面的兴趣 我也是画其他的 油画啦 水彩啦 什么都来啦 所以啊 我现在都主要就是说 我们的师兄 还有那些老师这些学生们啊 他们一个个都走了啊 很多都不在了 那么我们有一个华汉花会 其实你们的华汉花会 应该是你们这些前一辈走出来的 好 好了 ok啦 像我们就 希望我说完这话 汉花会也会发扬我们老师的 一些传统下来 多一些 老师的学生 还有那些 学生们的学生 能够把这些老师的传统流传下来 那么自己再由 创新创作下来 我们谢谢 蔡老师 能够成为范老师的学生已有荣烟 今天我感到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我曾跟蔡老师也学过画 那个时候是刚刚来新加坡 生活实在过得很无聊 所以我去找机会去画画 后来认识了蔡老师啦 所以我也可以成为说 范老师的学生的学生 已有荣烟 是几十年轻的事了 OK 我们今天很高兴大家的礼物 也很感谢这几位大师们 为我们做了精辟的解说 那么我们外面备有茶点 等一下就请大家一起来共享茶点 那么也欢迎大家不要把这个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忘掉了 我们希望把它延续下去 大家多多联系 为我们新加坡的艺术 再把它延续下去 好不好 谢谢 对 谢谢 我们也谢谢新加坡案 这个举办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来谢谢一个幕后的一个 一个很热力为我们统筹的 宜兰宏小姐 那么 谢谢范女士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哎 我们今天能够 以这个话来跟大家认识 来一起交流 谢谢范女士 以后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让我们再与大家在一起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对 лох 我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鱼和鱼 鱼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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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